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还要很努力的部分 就是要盖 希望能够多盖一些比较好的饭店 然后再来一个是说 我觉得整个的合作 其实我为这些强调 我认为新北市跟台北市是互惠互利互相合作 而不是互相只是竞争的城市 你要互补 最早是互补 因为其实台北市是被整个新北市包在里面 你从台北市 常常很多大陆的朋友问我说 他说不好意思陈局长 我下次来到台湾一定去新北市 我说你真的没有来过新北市 他说我不确定 他说我去过淡水 我说淡水是新北市 他说我去过乌兰 我说那也是新北市 他说我还去过九份 我说那也是新北市 他说我还去过一个阴哥 我说那也是新北市 我说你只要穿过一条河 过了一条桥 其实都在新北市 所以其实我觉得新北市跟台北市 是在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就像你们十条路线里面 其实在台北市大部分都是比较101拉故宫 比较静态的参观 可是你到新北市 你可以去骑脚踏车 独木舟 可以放天灯 也可以去看小镇 也可以去海边 甚至可以去吃海鲜 其实像你们这次 金山野柳的到朱铭的路线 就是跟我去年代 北京游游局局长卢勇的路线 几乎完全一样 那也是我们推荐 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特色 吃海鲜 然后去看鬼斧神工 然后去看朱铭 这个世界级的艺术家 一个这么大的艺术园区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各个城市其实是在扮演互相 可能有一点竞争 但是其实是在互惠 互补的一个角色 而不是说 你盖了一个会展中心 我就要去盖一个会展中心 所以你盖一个机场 我要盖一个机场 我觉得那是完全浪费 完全浪费 而且完全不对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是 那些局长在地有些什么样的资源 强项 副项 其实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这里就看到出来 那很重要就要一个整合 如果新北市自己看得出来 自己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台北市有的是先不要再做了 我们把力气跟钱 放在该做的地方 那个效益才会快出来 所以局长这差的是什么 刚刚讲那谁来整合 还是各自自己看懂 我该怎么做就好了 所以像我们跟新北市 我们跟台北市 就各方面都有在做合作 包含说淡水河的整治 包含整个陆桥 我们讲的光雕 包含办活动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台北市办跨年 新北市就不会办跨年 我们办的是新北市 欢乐业丹城 所以我们就放天灯 那台北市不可能放天灯 那台北市 那我们像比如说 我们在夏天 北台湾山滩最漂亮 就是新北市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 你们说去东北角 去华都木舟跟七角 其实就是我们每年7月 办海洋音乐祭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说 下次如果安利有兴趣 也可以来参加全亚洲 最大的一个海洋音乐活动 我们去年就将近90万人 5天办了一个 那去年还是5月天压轴 也是大概我想 在大陆也非常的有名 那我想这个是新北市 它有的很强的一些观光资源 那所以我们其实 可以开辟出不同 可能是今天是几千人 也可以是几百人 甚至几十人 的各种不同的登山的路线 比如说今天假设 安利说有兴趣 他说来体验台湾的一些登山的 那其实我们还有像淡兰古道 一个非常从清朝开始 有历史的一些古道 可以来介绍给大陆的朋友 说原来早期的原住民 他们是怎么样从扛着鱼来到板桥来卖鱼的 有很多种不同的体验的方式 那我觉得其实对台湾的观光来讲 其实他可能来过一次 可是他要必须 我们要提供新的路线 没错 新的玩法 新的生活体验 就像有个美国作家 叫亨利明 他说这个地方我来过 可是我们要创造的是什么 是给他看待这个事物的新方法 新的程度跟新的面向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台湾 目前每一个做观光的 可能做不管是政府或民间 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同理 所以说为什么这次的 这样子一个大型的 庞大的一个参访团 旅游团会愿意再度来到台湾 其实就是找到 能够再来看台湾 不一样的面貌的一个机会 所以愿意再度来到台湾 所以在台湾怎么样能让所有的 想要来台湾旅游的 不管是来自于对岸的中国大陆 或是其他的周边的国家 我们的好邻居 全世界各地 在这里我们刚刚讲 民间跟政府之间的一个合作 这是责无旁贷 那么既然观光与资源 是台湾很好在推广的一个 因为这个没有限制 比如说没有石油 就不能发展成石油国家 但是国际有美国 所以这里如何在这边 发扬光大起来 总裁这边带人来 但是人带来 要有东西让他们愿意玩 而且玩得好玩 他会告诉你下次还要再来 您觉得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玩吗 当然可以 我先跟局长谈一下 从企业的观点 从客人的观点 就像您刚刚提的那个客人一样 他不知道什么是台北市 他不知道什么是新北市 他分不出来 他只知道这里是台湾 对我们办奖励旅游的时候 我也没分 我应该在台北 还是应该在新北 我就是来台湾 那么我们去收集 所有可以去玩的地方 我不在意 它那里是新北市 或是台北市 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观光局 不论是台北市也好 新北市也好 或者是高雄 每个观光局的官员们都很认真 都很努力 他们都希望能够 为当地的观光 创造更多的商机 可是对我们而言 我需要的是一个台湾 而不是新北加高雄加花莲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整体 我需要一个整体的 然后能够 我们很多的官方单位是这样子 欢迎你来 如果你来了 我们尽一切全力帮助你 他们也做到了 也做到 可是对我们而言 更重要的是 我还没来之前 你来告诉我 我应不应该来 我来了会有什么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观光局都说 你把人带来 你只要你带了人来 我们就能够帮忙 不 您刚刚提到这个 我们的劲敌韩国 韩国人在竞争的方式 他是把抢观光团 像在我们的抢订单一样 所以台湾人觉得 我觉得台湾人 还是以生产导向 我们的企业去抢订单 全世界抢订单的时候 一点不输给人家 可是当我们去抢观光客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温柔了 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 一个整合台湾各种旅游资源的 一个单位 不是各个县市自己去抢 而是有一个整合的单位 去外面主动的去出击 你不能说先有鸡 先有蛋 不敢盖一个会展中心 怕没有人来 你得先有这样的一个蛋 一个鸡或一个蛋 才会有客人过来 工跟区之间要怎么去看待 先有工才要给区 还是你先把它准备好了 人家自然就会来 其实这个我们说 企业的角度上 已经告诉大家了 其实它还是需要一个整合 在观光的发展部分 台湾的观光发展这几年 表现得其实非常好 对 但是如何能够更好 而且其实它的发展脚步 会不会是前几年 以前不是那么样的一个 表现那么样的进步 那现在其实它可以 突飞猛进的一个来成长 但在过程当中 到底需要多少的资源 跟支援 政府则我旁贷 我们下期影片 跟我们待会儿继续讨论 稍 Olympia acji 我 你